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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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交通局回应表示 近期内将会办理会刊 超改善入口分隔岛的目标迈进 两楼新闻 阮玉秀黄子倩采访报导 关信员住民的生计 市议员林明杰指出 纳玛夏区的居民有80%都从事农业生产 但今年农民生产的乌煤 却因为去年销日本的成绩不好 被推动停止采收 而且农粮署只统一补助每公顷14000元 农民根本入不敷出 期望市府想办法帮忙解决 4月份原本是纳玛夏居民 开心收成乌煤的时间 但今年农粮署却因为去年 乌煤销日本的产量不好 推动停止采收政策 导致农民辛苦一整年的栽种成果 只能换来一公顷14000元的补助 所以我这边可能要请我们的中央 关心这个区块 14000是绝对不够的 是不是增加一倍 或者是按照比较重要的农产品 做这样的一个损失补贴 林明杰表示 以农根赖以为生的纳玛夏居民 以往屋梅产量好 卖价高的时候 最高一公斤可以卖到30多元 但今年不止补助金额不够 让农民倒赔 就算采收后一公斤也只能卖到6到16元 农民生活苦不堪言 我会要求农业局在原乡的物品 包括农产品的部分 我们一定要协助在农产品生产的过程 包括行销的部分 农业局应该大力的协助 面对议员的陈情建议 市长前局回应表示 未来将会要求农业局协助做农产行销 以确保原住民地区的农民生计不受影响 港独新闻 阮云轩黄子倩采访报导 相信许多民众这个月都很烦恼 因为又到了缴交所得税的月份了 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缴的税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是议员黄淑美在议会总质询的时候 质疑目前的税制相当不公平 除了分配上需要再检讨 许多优惠措施 也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明年到了缴税的季节 相信大家都很头疼 缴了这么多的税到底用到了哪里 怎么全台湾中央到地方都在喊穷 议员黄淑美就在议会质疑 目前的税制的分配与使用相当的不公平 中有一年缴 营业税缴700多亿 但是我们地方税 我们高雄市 只有8.2亿 8.2亿 它其他的地方税 它包括其他厂区的 有19亿 议员黄淑美直营 终由一年缴交了700多亿元 但是石化厂设在高雄 交给高雄市的税额 却只有8亿多 实在很不合理 另外很多租税的优惠措施 已经不合时宜 富人必税的方法白白种 穷人却一毛也逃不掉 甚至许多盈利单位 挂上了公益之名 却可以完全免税 有一些医院 他们是不用缴地价税 房屋税 可是政府明明规定 就是他要不以盈利为目的 可是他明明我们财报掉出来 他就是每一年的盈利 又是这么多 那他针对低收入户 又没有减免 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中央立法方面 是不是要重新的去调整 贫富差距将会是这个世纪 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议员黄鼠美希望中央和地方 能够重新检视现有的税制 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才能让市民缴税缴得甘愿 港东新闻阮玉轩 黄子倩采访报道 高雄市区铁路地下滑工程 目前镇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其中凤山车站改建 以及周边相关的环境规划 受到当地居民的高度关注 市议员陈慧文召开公厅会 邀请铁改局以及市府相关单位 还有学者进行讨论 期望未来凤山车站启用时 可以符合民众心中的期待 目前高雄市区的铁路地下化工程 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但凤山当地的居民 却都有个共同的心声 就是对于未来凤山火车站的 站体规划 以及周边环境设计 没有概念 纷纷向市议员陈慶 现在我们铁改局 他们只是思考 它的楼地板的量体 那我们也希望说 以后的站体 是能够去符合我们 凤山这样子的一个旧城 然后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缝合 那对我们工程来说 这个两年七个月 要完成一座车站 还有沿线十几公里的隧道 一共这三个计划是四个车站 对我们来讲 这个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们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 尽管铁改局做出承诺 会尽量让凤山新车站 符合民众期待 并允诺将把车站内部 定位成结合在地力量的 文创园区 但公厅会上 仍有学者表达对铁改局强调 新站体符合公民参与的质疑 那个设计单位花了 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都在讲净土 就这个东西他们当作是 如果假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民众参与的机制 但是以下看起来 百分比的部分 几乎凤山在地的居民 通通都没去参加过 对于凤山新车站 公开净土的过程 专家学者做出问卷 显示民众大多 对于新站体的规划 不甚了解 因此为了确保 106年12月 凤山新车站完工通车 能符合民意 地方议员表示 将会多召开公厅会 借此传达民众新声 港的新闻 阮萱萱黄子倩采访报导 前镇护镇事务所 有一位具有安抚能力的 神奇阿嬷 能够在短短一分钟的时间内 迅速的变出千变万化 造型可爱的气球 用来安抚和家长 一同前来洽工的孩子 可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而造型可爱的气球 也马上让孩子着迷 很快的就忘了 等待时的苦闷 拿起手上的冲气瓶 短短几秒钟 造型可爱的气球已经成型 二十年载志工经验的 李凤花有双气球魔兽 你没有看错 这里不是游乐园 是护镇事务所 鸭鸭血雨的晃步 超级满足的眼神 紧盯手掌中的新朋友 造型气球 不论是小狗或是小熊 全当作宝贝紧抓不放 平时带着孩子来 总是要提心吊胆 在魔法志工的安抚下 不仅让沉闷的时间变得有趣 更能事半功倍 小孩可能有气球的时候 比较愿意在这里等 不然有时候等很久 就会乱跑什么的 然后想说 这样小孩子看到他比较开心 本着热心服务的理念 让民众能够安心的 带孩子来办公 八年前和孙子雪做气球 现在发回来回馈社会 这里有时候小朋友来的时候 有时候跟父母亲 父母亲有时候办什么 那个生问证 时间就比较长 那小朋友就没有耐性 比较在那边做 有时候我就做的时候说 来我送你什么好不好 那他们也是蛮高兴 而且男孩子都说 我要保健 我要保健 对于志工五私奉献的才华 大幅提升了民心与行政效率 心中有说不完的感激 民众甚至特别前来领取气球 志工大爱的光芒不在话下 那户政事务所通常民众来申办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会带小孩子来 那他对于这个会择气球这个才艺的话 他有时候就择了一些气球送给小朋友 那也是对来申办户籍的民众 他在等候的时候 那个小孩子也不会在那边说 等的不耐烦 进一集之力挥洒带的光芒 温暖着每个角落 这是志工们五私的初衷 有了他们社会更加的有温度 让我们给这些五私的志工 嘴深的鼓励 搞得新闻 盘志光陈岳和采放报导 BBG大讨厌 10秒急速记忆 您能记几个 BB宽便宜120mm每月888 这也比较省哦 送1200元 这个我一定记得啦 这也比较在 还有那个什么时间管理功能 不错哦 可以帮我管我日子上网时间 穿电话不记得了 辛苦之嫁的妈妈 一切打拼为家庭 是为家庭首选BB BB宽便120mm 每月888 送1200元 还有21个高画质频道 WiFi无线环境 免费时间管理 快打电话找BB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高画质频道 WiFi无线环境 免费时间管理 快打电话找BB 欢迎回到港独新闻 但您看到 旗经渡轮票价 即将调涨的消息 高雄市轮船公司公告宣布 将从104年6月1号开始 调整股山道旗经 以及前阵道中洲的 渡轮航线票价 轮船公司也指出 近年来油价持续飙涨 营运成本也跟着不断攀升 因此为了反映成本 才会做出这项决定 自6月1号开始 将近7年来都未调整过的 旗经渡轮票价 即将全面调涨 不论是骑机车通行 或是一般游客以及学生 只要是非旗经居民 都必须比现在多付4到10元的费用 根据高雄市轮船公司公告 旗鼓及前中渡轮航线的票价 自6月1号开始 全票将从15元调整为25元 学生票从12元调整为20元 邮带票则是从8元调整至12元 另外机车从20元调为25元 自行车则是从免费改为收费10元 而对于这样票价的微服调涨 普遍民众又是怎么看 大风应该还好 因为只是成本的考量吧 应该是合理的 所有物件都中了嘛 是还好 还好不是说调的很高 因为现在小孩坐一个东西 轻载就要50元 我是感觉没什么差 我们实际走访 发现普遍民众对于票价调涨 都认为在合理可接受的范围 轮船公司也无奈指出 自民国97年来票价调整之后 这近7年来的油价变动 已让原定的票价不复成本 因此考量到营运问题才做出决策 期间杜轮的票价有经7、8年没有调涨 那在这个7、8年当中经历过油价的暴涨 那个问题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适度的反应成本 所以这次我们经过事务的同意 我们决定在6月1号 把这个价格做一些适度的调整 将来也许会还因为那个太旧换新 因为船都老旧 所以适度的反应成本 杜轮票价将于6月1号正式调整 不过为了鼓励民众使用一卡通 轮船公司也表示 持有一卡通通行将享有8折优惠 也就是全票20元 学生票15元的优惠 而迄今本地居民则不受票价涨幅影响 维持搭乘免费 港独新闻 接着提供给您的消息 一样和观光息息相关 由于游览车太多 导致附近居民抗议的西子湾交通问题 为了回应地方的诉求 市府决定提前启动西子湾游览车的 总量管制 从5月18号开始 每天下午3点到7点 每小时只开放45辆持通行证的游览车进路 希望可以借此暂时解决周边道路的 拥塞问题 因为进出西子湾的游览车实在太多 还一度遭到学生和住户 封接抗议的古山区哈马兴一带 观光发展和居住品质始终难以两全 市府考量多日终于祭出铁腕 从5月18号开始 每小时只准45辆游览车进入 同时还需要申请通行证 希望透过总量管制 来解决西子湾游览车过多的问题 那这样大概可以降低 从本来尖峰时间260几辆 降到差不多180辆 那特别是又是用时段的管制 所以对于进去的车辆 它会停放在中山大学 如果没有办法容纳的部分 它就必须要马上出来 几乎每天都有超过200辆的游览车进出 本来还能够停放在中山大学里 只是越来越多的游览车影响校园安全 中山大学决定只开放35个停车位 结果可想而知 还爆发了住户和学生的封接抗争活动 让市府提前启动总量管制计划 同时也将加强取缔来疏解当地的交通问题 在多元运机的配合跟进入的管制 未来不仅可以减轻整个西子湾 还有哈马兴地区的交通冲击 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做法 也可以跟社区一起合作 把整个观光的品质提升 短期内虽然不能实宣师妹 不过整个西子湾的观光问题 需要完整的配套措施 可不是短期就能够完成 当地的民众还是不太满意 不过市府也只能积极的 藉由严格的控管暂时化解民怨 估计要等到年底 才能够真正彻底解决西子湾的交通问题 港独新闻综合报道 高雄市推动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 相当成功 其公有家高雄在地的电子公司 开发公共广播 以及会议系统的先端技术 不但获奖评评 还被普遍使用在 台湾多达400多所的国中小学校里 堪称是中小企业的典范 也让市场城局亲自前往访市 同时给予肯定 只要在电脑里打上要广播的内容 电脑软体就能透过无线网络 进行区域的公共广播 另外针对地震的警告 也能够透过这套系统 与中央气象局的地震测报连线 在30秒钟前发出警告提醒民众 这些全都是由台湾的电子公司自行研发 那这时候如果在国中小 他收到这个地震预警的那个讯息 他在2 30秒 他就可以结合到校园广播系统 那这校园广播系统 他就可以经由这个 他的地震模拟的那个声音 演练的声音 那这时候可以让小朋友 做一些比较灾害的预防 目前全台有400多所国中小学 安装这套系统 高雄就有71所 未来也将会发展在其他的应变灾害 同时结合手机APP 而这家位于高雄的电子公司 连续两年接受高雄的补助计划 不但将品牌打进了海外市场 也是德国IF产品设计奖中 全亚洲第一支会议系统获奖的厂商 整个广播的那个效能非常好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个性作 我觉得活荒山在这个国际会议上 真的是展现那种非常国际 在一个会议中 能够有这么精致 同时效能这么好的一个广播系统 整局市长也表示 在地研发式转型的契机 高雄市府也将会持续的鼓励 中小企业进行创新的研发 来提升高雄的国际竞争力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 最近大高雄哪些艺文活动呢 那我们一起参考港独生活讯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明天全台各地的新闻 天气状况如何呢 透过高雄多位气象台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高雄台南平东地区多云 气温是25到34度 南投台中彰化 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时勤 气温是23到33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 气温是21到33度 宜兰花莲台东 彭湖金门马祖地区 多云部分地区有降雨的机会 气温是19到30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梓茜 我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数位家庭首选BB 老爷啊 不然我来去菜市场买菜啦 好啦 我换一件衣服的啦 你的衣服穿到这么厚 很危险 换一件牵涉的好了 这样哦 好啦 走较快的啦 行程啊咧 别急啊 后一个车厅 那么过就好了 这么年了当 我问再乘车载你较快啦 别啊 咱们现在有血了 在车座公车很方便 有更安全 用爱守护 高龄者用路更幸福 妹妹啊 去洗碗咯 妈妈说 女孩不会做家事 会被人嫌 爸爸说 女孩独理工 将来会很辛苦 他们为什么 不对哥哥这么说 C豆让女孩有发挥 潜能 平等发展的机会 我可以当科学家 我可以做工程师 我甚至可以开飞机 我可以 你也可以 C豆 促进性别平等 让世界更美好 BB记忆大讨厌 十秒急速记忆 您能记几个 BB宽便120mm 每月888 这也比较省哦 送1200元 这个我一定记得啦 这也比较实在 还有那个什么 时间管理功能 不错哦 可以帮我管我儿子 上网时间 穿电话不记得了 辛苦成家的妈妈 一切打拼为家庭 是为家庭首选BB BB宽便120mm 每月888 送1200元 还有21个高画质频道 WiFi无线环境 免费时间管理 快打电话找BB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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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